估计要到甘肃大概七天左右 一个礼拜 跟外婆下葬了 就回去 这个就是他们这边的空调 一个火炉 里面烧柴烧煤块 然后烟就通过这个管子排出去 房间里面很多晚火 这个有点像我们养鸡 给鸡保温那个炉子 一样的原理 都说他们这边冷 冷吗 我还好 我不觉得冷 你看我的家穿什么 我的家里穿什么 反正全身上下就三件衣服 家庭底供就四件 我觉得不怎么冷 来晚了 又没看到下雪场景 很多朋友问我 甘肃有水吗 别的地方我不管 我媳妇这边水管够 不缺水 很多人都说甘肃不洗澡 没水 但是自己懒 不是甘肃没水不洗澡 可能你们甘肃某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这么大地方 不是每个地方都一样 这边还好 啥都有 我在这边 什么都习惯 就这个吃 稍微有点不适应 其他还好 他们这边的风俗 跟我们拉的也不一样 很多事情我也不懂 都跟着我小舅子 他干啥我就干啥 你那灯景点 我还能跟丢啊 不是 那时候 调研那天很多人很多规矩 知道吧 也都是我爹能做 你不能做 那时候我跟我爸说 让我妈看着你 别傻乎乎在那里 我们这个地方的隆重 是不是 你们这边隆重 他们这边 我感觉他们这边 对吃不讲究 没有那么讲究 我们那边来的客人 或者红白喜事 都是满桌的大鱼道肉 搞几桌 他们那边就是 你们这边就是 一碗面条 可以解决所有事情 是吧 然后晚上 早上点 还要跟着炒菜呢 炒菜 反正就是面条嘛 煮在足大里面条 中午跟 晚上有时面条 有时是那个大锅菜 嗯 反正就一碗面条 有的也拉面 现在 不管你是不是通常的人 只要你进来 就有饭吃 没人管 随理吃 吃饱为止 你看我今年这次来的 瞧不瞧 嗯 瞧 如果我今年不是来 我会错过外婆 所以我从里面来看不上 是吧 你就不是说 以外婆是开心的走了 今天确实是 一口气 所有人都见到了 嗯 真的今年这所有人都见到了 真的不用叫我去拍在他们这边的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习俗啊 就是这个 丧事要不拍 我虽然还不拍 我不 我不 吃饭没什么拍的 不拍 我有拍我也不拍 我不想了 这个蹭牛链啊 我不拍 所以这样的也可能会停根啊 停这两天 忙着 来个傻傻傻 不拍 不好 人家在那里干嘛干嘛 我把手机在拍来拍去 嗯 我干不出来这种事 不拍 啊 兄弟们 完了你们下聊一下 休息两天 等我回江西了 就正式去 入住 鸡春院 啊 开始扩大我们的养殖 什么都要搞 啊 我老板还等着我盖米堂呢 早就这样去 这个就是一张炕是吧 然后现在没有烧火 插的是那个电什么 电热 那个电烤 不是电热毯 不是电热毯 这是国家扶贫的 电热 电热 电热毯安全性质要高 好 我来了